哈喽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 今天的小麦的健康笔记 我是主持人麦玉杰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呢 记得帮我按赞分享 还有多留言 第一个挫折感就是说 那个我们用这个走流指数 测出来的尾阴性和尾阳性都很高 那因此呢看到哎呀 这种走流指数红字 你很紧张很紧张 那你问那个健健的 问那个医师说回诊吗 说哎我这红字怎么办 他说哎我们就是继续追踪 我们第二个挫折就是说 我们目前主流医学的医疗科技呢 没有预防动作 对不对 我们我们一直讲说 预防身影治疗 请问哪一个医师告诉你预防什么 怎么癌症怎么预防 没有嘛 今天节目当中呢 想要跟大家来聊聊 如果有民众哦 不幸被诊断罹患癌症的话 可能第一个问题都会想要问说 哎为什么是我 甚至有些人明明是非常健康饮食的 而且也有固定运动习惯 另外呢家族当中是没有任何癌症病史的 这样的民众恐怕是更无法接受 今天节目呢就要一块跟大家来讨论这个话题 为各位邀请到的是圆顶诊所院长 曾清源曾医师 医生你好 大家好 你已经做了基因检测了吗 对 其实是我在将近快一年前 就超过半年前 我自己做了一个基因检验 就是做我全身的基因 全身我们有两万两千多个基因嘛 我通常把它做完了 做完了我去解码 我当初为什么要做这个 就是因为说我们家有很多的那个癌症 这种病史的 我父亲那边 包括我父亲本身都是癌症 我妈妈以及我舅舅那边 也都很多人得癌症 那问题就是说 他们得的癌症都不一样 那因此呢 我就不晓得说 到底我会得哪个癌症 那个当然就是得癌症机会很大 哪一个癌症就搞不清楚 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呢 我就做了这个基因解码 那个基因解码 这个其实是蛮好功的啦 那解完以后呢 我就发现说 我身上有一个 带有一个基因突变 那个基因突变呢 是如此的罕见 那因此呢 我从文献里面去找的时候呢 这个基因突变 所带来的癌症呢 那大概全世界发表的案例 大概差不多一百多例而已 不多 那因此我就很清楚说 那个肿瘤叫什么名字 那它的恶性度高低是如何 都清楚了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时候呢 那我当初我那个基因做完之后呢 其实我还没有诊断出来有癌症 只是说我知道自己带有这个基因 有这个基因突变呢 那么你很有可能会得癌症 但是是不是会发生 那就是看说发病率嘛 发病率 那我根据这个文献里面看到的就是说 他因为说全世界发表的案例 才一百多例嘛 表示说发病率不高 发病率不高的意思就是说 你有就是你可以值得去赌啦 赌说很有可能 中期一生 他都不发病嘛 代表基因 然后带着基因 离开这世界嘛 那我就要赌这东西 那但是呢 你这个赌 你不是不能盲目的赌啦 就是说你必须在这过程中去监控 看看说有没有发病嘛 那就是 那到了第二年 我就按照我原先的行程 去安排 那个做体检 那体检的时候 果然发现 肚子有肿瘤了 我就知道那个肿瘤 是来自于 那个基因突变 那我也知道那个肿瘤叫什么名字 我都知道 那当初呢 那个做完体检的时候呢 因为发现肿瘤嘛 所以立刻就是安排了 电脑断层摄影 去看 那个肿瘤多大 在什么位置 那那个肿瘤呢 它在肚子里面呢 它一边连着十二指肠 一边连着胰胀 那因此呢 这个临床医师呢 我的临床医师嘛 他看到这个片子嘛 看到这个X光片 电脑断层片子 因为十二指肠出来的肿瘤很少 胰胀出来的肿瘤比较多 所以他就认为说 是来自于胰胀 所以 一下之间就告诉说 你是胰胀癌 那我老婆听了 当然很害怕嘛 什么胰胀癌 不是癌王吗 是癌王耶 我回去跟他讲说 不是 不是胰胀癌 因为 那个基因突变 造成了癌症的 造成肿瘤有五种 就是没有包括胰胀 所以说他只是碰到胰胀而已 不是来自于胰胀这样子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那七月我已经知道了 我也没有做任何切片检查 因为我跟我太太讲说 不起 我答案我已经知道了 他那个恶性度不是很高 是恶性的 但不是很高 那我就跟他说 我们还是按照原先的行程 那我们机票还是不要cancel 还是去西班牙 所以说那个度完假回来之后呢 我就安排九月开刀 九月开刀之后呢 我也跟我的组织医师 开刀的医师 那医师呢 他是开胰胀癌的权威专家 因为他们都认为胰胀癌嘛 我说好 你认为怎么让人认为 你就怎么做 但是呢 你就顺顺利利 把它开干净就好了 那所以说原先呢 他就是安排 就是要做妇相镜开刀 妇相镜开刀就打两个洞 那预计两个小时就可以拿出来 结果开军记忆也发现说 不是障碍 是在大肠的后面 大肠的后面 那因此那个临时呢 就把这个大肠治肠科医师呢 叫来他们就换手 所以最后开刀的 是大肠治肠科医师开刀 那曾医师我想问一下 你的这个恶性肿瘤把它切干净就好了 后续不用做化疗标靶什么都不用做吗 刚才是这样子 因为说我对于那个肿瘤的行为很清楚 那我就知道说 我们如果开干净的话 那么他很有可能 他就是接近于痊愈啦 接近啊 我不能讲一定是啦 但是他的那个完全度会高一点 那事后呢 我就用最终的方式 就是说如果没有任何的迹象 是有复发 转移等等可能的话 我就 我就 我就不要去 不要去做任何动作 去惊动他这样子 那我目前做法是这样子 那你目前已经持续多久了 我是2019年开刀 所以大概三四年的时间 好 那曾医师刚刚有提到 其实是他在被确诊之前 他就有先做过所谓的基因检测 那基因检测的部分 其实跟曾医师他长期在推动的精准医疗 是比较相关的 另外曾医师也有针对这个部分出了一本书 很多民众呢 他在被诊断出离患癌症的时候 他第一个都会问说 为什么是我 比如说我又没有抽烟 我怎么会得肺癌呢 我的健检报告每年都没有红字 为什么还是会得到癌症 好 简单说就是说 不是你还是谁嘛 一定是你嘛 因为癌症这个东西是太常见的 不是你就是你家人 那不是你家人 就是你亲戚朋友同学 我们想想看 我们身边的人 也没有人 就是你认识的人 没有得癌症的 有没有 没有嘛 那因此呢就是说 如果你姻居很好 不是你嘛 就是你家人的同学嘛 所以说癌症是如此常见 那因此呢 我们也不要说怨天有人说 为什么是我 对 那这个不是你就是隔壁的人 这样子 那现在问题是说 我们就会问 你会问说 为什么会是我 那意思是说 你之前做了什么事情 让你自己 好像激励比别人高嘛 那我们要想想看 你什么情况下 你会得到的癌症几率会比别人高 就是说我们现在举个例子 我们说癌症是一种突变嘛 那突变的大部分是来自于运气不好 这个是美国这个是非常有名的那个 癌症专家讲的嘛 他们英文叫bad luck 运气不好 那我们也可以这样想啦运气不好 那问题是说 为什么你的运气会比别人更不好 那就是说你一定做了一些危险动作嘛 那他没有做嘛 或者说他做的比较少 你做的比较多嘛 那什么样危险动作 就是说我们如果我们的饮食 我们的生活习惯 让你身体里面带进来 很多对于癌细胞 有利的因素 有利 那么就是说 今天我们身上假设有一颗癌细胞 那他得到有利的因素 他就变两个变四个变八个嘛 那你身边的人 他这个有利因素比较少嘛 因此他虽然有一颗癌细胞 可是那癌细胞 他就没有得到很好的培养嘛 他就就死掉了嘛 那因此呢 他就没有得癌症 你得癌症嘛 这个就是基本上就是说 我们日常生活的生活习惯呢 你让自己处于劣势 或者是说你让癌细胞处于优势嘛 这就是你平常做的这种事情 你就害到自己了 那先天遗传的因素大吗 先天的遗传因素呢 我们目前统计起来 大概是差不多10%左右 很低耶 很低 但是因为说 我们都把它这个夸大了 好像说你的癌症是一定来自于 什么父母啦 其实没有 你父母大概是贡献了10% 90%是你自己害自己的 那我们说肺癌 来自于遗传的机会更低 甚至于不到10%嘛 我们10%是指说 大体而言 最有名的是乳癌啦 但肺癌很少来自于父母 这是后天 那我们都会呼吸空气嘛 对不对 那PM2.5就是一个因素嘛 那我们想想 有很多的环境因素呢 那我们是我们是不知道啦 譬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都说抽烟是肺癌嘛 对不对 可是呢 有科学研究 其实大肠癌也跟抽烟有关系嘛 可是我们就不会想在一起嘛 那这些环境因素呢 是让我们的细胞发生突变 就是它是得到癌症的第一步 但是呢 癌症不是一步就可以达到的 癌症要经过好几步 好几个步骤 那因此呢 我们即便是呼吸的 那个很肮脏的空气呢 我们的细胞呢 产生突变了 可是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 这个突变的细胞 后来被我们免疫细胞清除掉了 那因此呢 就要昙化一现 所以说必须说 它出现的 还能够继续成长 才会变成癌症 所以变成癌症 其实是很困难的 那我们现在科学的了解 也就是说 癌细胞的发生 最后成为一颗肿瘤 你需要去处理的肿瘤 这大概需要六到七个基因突变 那因此呢 你每一个基因突变 它都能够支持到下一个突变发生 再支持到下一个突变发生 因此呢 它其实不简单啊 不简单 不简单 但是呢 因为你的隐私 你的环境呢 你就给它一个很好环境 让它你得到一个 你还有机会得第二个 还有机会得第三个 这就是说 其实说为什么是我得癌症 就是你害你自己嘛 因为后天环境是你可以控制的 10%是先天的 是你不能控制的 那当然那就算了 90%是你的嘛 那郑医师你推荐大家 每个人都应该去做基因检测吗 做基因检测是应该的 为什么这个就是说 你如果我们先有个前提了 就是说你要想提早知道 自己有没有得癌症吗 为什么你想要提早知道 提早知道 你要提早多早吗 那你可以说提早到第一期知道 那因此你得到早期的乳癌 那因此开完刀以后呢 你不见得需要化疗你可以荷尔蒙治疗 那就是会可以说 就是增加治愈率嘛 当然我们现在是希望说 你在第一期之前 就知道 第零期甚至于 什么期都没有说就知道嘛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以前 五年前十年前 我们知道这叫做梦想 这个不可能事情 那那个时候呢 我们一直以来 我们做的就是所谓在这个高阶健检 你会做一些什么肿瘤指数嘛 我们就希望说 我们可以透过这些蜘蛛马迹 告诉我们说 我们有我们得到的那个癌症呢 可能很早期 甚至于说比第一期更早 对不对 这个是我们多年前的期望了 但是呢这个期望呢 我们是有两大的挫折感 第一个挫折感就是说 那个我们用这个肿瘤指数测出来的 尾阴性和尾阳性都很高 那因此呢看到哎呀 这肿瘤指数红字 你很紧张很紧张 那你问那个健检 问那个医师说回诊吗 说我这红字怎么办 他说我们就是继续追踪 那你想说这红字 我不是有癌症吗 你叫我继续追踪什么意思 就是从一期养到二期 二期养到三期吗 这个说不过去嘛 那因此呢他就会拿这个报告呢 拿到别的医院去 那医生啊我挂针着 你看我去别的医院 这红字 那医生多半个会告诉你 用台语跟你讲 不要理他 什么意思呢 就是因为尾阳性太高了嘛 好相反的尾阴性 哎我这高级健检啊 健检都没有红字啊 哎呀我安心我没有癌症 对不对 每年都去做啊 也都是都没有啊 可是有一天呢 突然呼吸很喘呼吸很喘 然后送到某个大医院去急诊 他说哎呀你有肺积水 有肺转移 转移 转移表示说你的癌症来自于别的地方嘛 一查原来来自于社物性癌 哎可是我之前医院都没有都没事啊 为什么 尾阴性嘛 是不是 那因此尾阳性尾阴性都很多 所以这个肿瘤指数呢 这红字就没有意义 那黑的字呢也没有意义 就是尾阳性尾阴性嘛 好我们现在就算是假设 假设 他真的是阳性 红字真的是阳性 高一点点 啊这个看起来好像有胃癌大肠癌的迹象啊 那因此呢建议你去做胃视镜啊 大肠镜啊做 嘴子果然看到了 看到一个小小的息肉 把它夹下来 然后送病一颗化验 嘴果然是原味癌 那开完刀了对不对 不是也不知道开刀啦 就是把息肉夹掉嘛对不对 非常早期 也是运气很好 是如此的早期 那因此你一直说 那接下来怎么办 接下来继续观察最终 啊观察最终是什么意思啊 看它会不会复发 那为什么不要处使它复发呢 你为什么等它复发再处理 对不对 这个问题就出来在于说 我们一直以来从上个世纪 从这个医学发达以来 我们对癌症的处理就是 出现的我们去处理 没有出现 我们只能够等它出现 这叫做最终嘛 那因此呢就大家就有一个挫折感 就刚刚讲第二个挫折感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很早期很早期 可是我不能干嘛 我只能够担心 我担心 我老婆担心 然后两个睡觉时候呢 聊天更担心 因此从此以后去失眠嘛 对不对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例子 一个最常见的例子 就是现在叫做Lodos CT 就是低机量的电脑断层 要做什么肥部嘛 现在大家推这个对不对 你去做了 做完以后呢 看到胸部有一个白白的结结 也不能叫结结白白的点 那因此呢报告里面呢 他绝对不会写良心 对不对 如实的想 那他也不能判别是恶性 他只能叫做疑似恶性 那请你最终 又来的 最终什么意思 最终嘛就是 你明年再来缴费再做一次 那明年就是由0.2变0.3 那怎么办 追踪嘛 那么因此每年追踪嘛 那有一天 哦终于超过0.5了啊 怎么之类 那因此呢 很多人啊我碰到我的朋友 就是说明明就很小 0.2 0.3公分 可是呢要追踪 那他因此呢就每天想这个事情 万一是恶性的 啊我干嘛等他变大 我为什么不把他开刀 开刀开掉呢 可是医师没有建议他开刀 医师绝对不会建议他开刀 这么小 那因此呢 马上睡觉的时候呢就跟老婆聊天 这怎么办 因此他失眠 他老婆一个人失眠 两个一起失眠 一个月以后呢受不了了 我们现在不能睡觉不行 还是把他开刀开掉 开掉以后呢好好可以好好睡觉 果然去开刀了 开完刀以后呢 终于可以睡觉了 然后报告出来 那是良性的就是一个结结 一个结巴组织而已 可是他说哇痛得要死 伤口痛得要死 那就后悔 我当初为什么去做这个东西呢 可是当初你做这个你也了解啊 你要早期发现嘛 那因此这是变一个死无童嘛 对不对 你不做就没事 你做了以后呢 后面问题一大堆 可是你不做呢 那当然那个 那个有一天出现了二期三期肺癌 那你要很懊恼 这个所以说刚刚讲的 第一个挫折就是 伪扬性伪因性很高 所以让你不知所措 结论医师 我有医师嘛 你问我我也告诉你最终嘛 这是安全牌 可是呢 这个是让受检者 是在生活上产生很大的焦虑了 第二个挫折就是 我们就算是诊断开刀出来的 是恶性不是解结 不是解拔组织 那看完刀以后呢 怎么办 那就是我们再追踪 追踪嘛 那这也不是办法嘛 对不对 那我们第二个挫折就是说 我们目前主流医学的医疗科技呢 没有预防动作 对不对 我们医师讲说预防身影治疗 请问哪一个医师告诉你预防什么 怎么癌症怎么预防 没有嘛 你说PM2.5 你叫你不要呼吸吗 这不可能嘛对不对 那叫你做什么事情 多吃水果多运动 多吃水果多运动 早起早睡 这好像是说我心脏有问题 那医师怎么办 早起早睡多吃水果多运动 如果这癌痴不要红湿怎么办 多吃水果多运动 反正答案都是一样的 那我干嘛问你 对不对 我不用问你嘛 我答案我都知道了 就是那一套嘛 这个就是说我们目前的预防动作呢 其实是没有针对性的 没有针对性表示什么 表示说那个就是一个基本答案 现在的科技非常高的 我们现在可以做到的检验呢 它违阳性违阳性违阴性呢 是非常非常非常低 那因此呢 我们如果测出来阳性 基本上那就是阳性 那测出来阴性 基本上也就是阴性 你说违阳性违阴性 那当然就是 我不晓得是不是跟纵肉特有一样 但是也是相信那个 我们可以忽视的啦 那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 你就有明确的答案 你不会忧虑嘛 你不会焦虑嘛 你知道下一步怎么做 刚刚前面提过嘛 你会担心是因为你不晓得 后面怎么发展嘛 你如果知道后面怎么发展的 其实你不是不会担心的 那如果说按照 曾茵姓你的说法就是 如果他今天采取的是基因检测 那所以他测出来 他如果是阳性就是阳性 你们就会建议他开刀切除吗 如果是刚刚那个肺部的话 我们要举个例子 我们做基因检验啊 大概是分两种啦 一种就是说 看看说你有没有从父母那边得到遗传的基因了 你得到那个突变的基因呢 你是从小居留的 可是你小时候不会得癌症嘛 你年轻的时候也不会得癌症嘛 你是后来得癌症嘛 那因此呢这个去看发病率 所以说我们如果是验这种先天的遗产 来自于父母的 你验到那个阳性以后呢 你下一步事情呢 你就是要医师建议你 你要那个真的是追踪啦 因为发病率不见得很高嘛 就像说那个美国电影明星 英国电影明星嘛 对不对 他即便是那个基因是阳性的 对 可是呢他当下也没有癌症嘛 他是说一直帮他计算说 他说你中期一生 就是说你在死之前 他还有86%的机会得到乳癌嘛 所以他就决定把他切除 86那我与其等20年以后 那不如现在趁着年轻率上 去把他乳腺开掉嘛 没有乳腺啊当然就没有乳癌嘛 概念是这样子 可是呢另外90%的癌症 是来自于后天的 这个时候我们验的基因检验呢 就不是刚刚讲的 那个来自以传的基因检验 这两种要检验的方法 那个还有他的那个检体呢 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我们身上的细胞呢 他都会太旧换性 正常细胞会太旧换性 癌细胞也会太旧换性 那个这个太旧换性就是说 旧的他会死掉 死掉的细胞他会破掉 他细胞核里面的DNA会流出来 会流出来 流在跑哪里去 跑到我们血液 然后最后呢排掉了 他还是要有出路嘛排掉了 那因此呢我们说 比如说我知道你没打癌症 那因此呢你现在抽血 看看那个就是那些DNA片段 就是说我们正常细胞癌细胞 那个死掉细胞DNA 那跑到血液里面去呢 是在血浆里面 这个DNA呢是一个片段垃圾 是要去清除的垃圾 我们正常人 比如说你现在是没有癌症 我们这个他也没有癌症 对不对 那我们抽血 血浆里面的DNA片段呢 它是没有突变的 因为还是来自于正常细胞嘛 可是呢你如果身上有癌细胞的时候呢 那癌细胞死掉 它的DNA片段里面呢会有突变 对不对 那因此呢我们如果说抽血 看血浆里面的不是血球 血浆里面的DNA垃圾 垃圾 那个垃圾片段里面我们找看 有没有突变 有突变 你就知道你身上一定是什么地方有癌症 有癌细胞嘛 对不对 像譬如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大肠癌啊 如癌肺癌啊 像我之前我们去验嘛 就是抽血去验 验DNA片段里面 有没有突变嘛 有突变我们就知道说 你身上什么地方总有癌症 总有癌细胞嘛 有癌细胞才有DNA片段出来嘛 这就是因为有突变 那突变不会来自于正常细胞 所以你验到突变 突变那个阳性得到尾阳性机位剧 非常非常低嘛 除非那个检验 那个仪器错误嘛 所以说我说尾阳性会很低 那尾阴性呢 它有没有 会不会进行情况出现 它也有可能会出现 因为你身上癌细胞是如此的少 因此呢 它死掉的细胞 那DNA的片段是也是如此的少 那因此呢 混在一大堆没有突变的肋肋肤里面呢 你就找不到嘛 这个尾阴性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嘛 但是这个毕竟是少 那我们是可以忽略的 那曾医师我想问一下 所以这样变成说基因检测是 每一段时间就应该要做 如果是来自于父母的这种基因检测 你一辈子做一次就好了 那一次呢 你任何时候做都可以 你小时候做 跟老的时候做答案是一样的 可是你如果是后天的 那是动态的 你去年没有癌症 今年可能有嘛 今年有开完道以后 明年又情况不一样嘛 因此呢 像这种后天式的那种基因检测呢 我就建议是一年做一次 一年做一次 跟你在医院里面的高阶健典是一样嘛 也是一年做一次嘛 一年半做一次嘛 这原因就是说你做的 假设是 说你没有癌症 是阴性的 我们就知道说 你今天做完了 你没有 明天突然第一颗癌细胞 这个癌细胞 你知道养一年 大概也没有什么作用嘛 那因此呢 这一年是安全的嘛 你说两年安全 大概也可以啦 就看你得到癌细胞 它长有多快嘛 那精准医学就是抽血就可以了 绝大部分的抽血可以解决 就是看你的问题是什么 精准医学可以取代常规医疗吗 我们不要讲取代 因为精准医学呢 其实叫是补它的不足 我们用常规医疗去做 那为什么 因为它是费用是很低的 它可以普及化的 但是你如果做到说 比我红字好了 哎呀我问医师 医师又叫我观察 可是我是观察也 我就不能睡觉 我是受不了了 这个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子嘛 那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呢 我们有精准医学 可以帮你回答问题 所以精准医学呢 它不能够取代 因为它是高科技的 它费用也很贵的 它是补它的不足 原来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 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技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海天家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酥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勾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大руп 大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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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腊尾 大体 明显 大体 大体 大体